这个变形真的特别的巧妙 来了兄弟们 这个系列终于要结束了 最后一期咱们来看一下斩龙刃 说到这个斩龙刃 那我真的是一肚子哭水 卖的时候卖家跟我说 这个画的喇叭音质更好了 我信了他的鬼话 拿到时候以后才发现 是全损音质 我洗涤了大原种的称号 这垃圾东西也不能给朋友们听 所以我又卖了一个 兄弟们可以长按点赞帮我喝一血吗 点赞如果过万的话 咱们开始忍受套装的介绍 斩龙刃的主体上有很多巨石的造型 配色方面主要采取了 银 金 红三种配色 红色的饱满度偏暗 金色是这种香槟金色 并不是很黄的那种 中间的电镀磨大龙头 非常的鲜艳 整体塑造出了一种高贵又危险的感觉 但是相比于剧中 这也太短了吧 但是它可以展开 这好像也不是很长 打开电源 安农扳机会触发三句不同的台词 取出钥匙 我们来看一下联动的玩法 展开浅色的龙牙 将钥匙插入 转动 随后我们将整个摩大龙头往后拉 两侧龙刃展开的同时 触发待机的音效 安农扳机 龙的眼睛会发出红光 触发龙的吼叫声 变声完成 展开以后的斩龙刃呢 确实长了 但是又感觉 没那么长 对比一下机龙剑 变形之后的外观呢 由于结构的联动 钥匙被包在龙嘴里 有一种咬住钥匙的感觉 这个状态下 安农扳机 会触发攻击的音效 那除了之外 斩龙刃还有弓箭模式 这个变形真的特别的巧妙 将两边的龙刃往后拉 会联动两边牙型的结构弹出 在这个状态下 拉动弓箭的尾巴 会触发攻击模式 攻击的音效 也变成了弓箭发射的音效 而且龙牙会发出黄色的光 这个形态的转换 真的是绝了 这里有几个地方要说一下 如果在弓箭模式下 插入魔弹钥匙 则不会触发变身的音效 而且只翻开一边的龙刃 也不会触发 弓箭模式的攻击音效 同时龙徒的回收 需要安农这个地方 才能收缩回去 那这些小设计 真的是很走心 对于两种模式 本则附带了两把 不同的必杀钥匙 两把钥匙都可以在 两个形态下 触发攻击的音效 除了之外 插入龙剑道的元素钥匙 都只能触发同一个台词 我们上龙剑道 那插入龙枪王的钥匙 触发的音效就是 我们上龙枪王 插入某单短剑 某单短剑的钥匙 都是他们的名字 总的来说 这一款斩龙刃 相比之前的钢龙枪和机龙剑 在联动方面 体现的非常优秀 双模式的转换 是一大亮点 生效方面 也是比较怀怨剧重的 但是光效部分 稍微薄弱了一点 最后通过两个必杀钥匙 结束本期的视频 对了啊 从下周开始就填坑了 兄弟们到时候 一定要多多支持呀 有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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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障碍 有巴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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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巴适的